NEO 聊世纪 天天的故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来看 波兰人对上葡萄牙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剔毒 先来介绍一下 蓝芳 选择的文明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黄金兵种 全部都是八折优惠 不管是出宫兵 骑士 还有这个僧侣 都是八折优惠 所以葡萄牙人 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明 不管在什么地图 团战单挑 都是一个不弱的文明 而且他的火炮跟火枪 可以收益于火神枪的科技 可以获得弹道学的能力 所以葡萄牙人后期 转火枪火炮 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 但是他最有特色的东西 还是港湾大商战 可以无限的产生资源 慢慢增加这个资源 然后给对方无限资源的压力 这个打法在团战中 可能比较常出现 在单挑上来说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打法 好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破烂人 那破烂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大庄园 旁边撒下农田之后 可以获得8%的死物采收 这个立即收成 让破烂人的肉类采收 可能是最有戏面 最快的文明 那破烂人呢 他的肉码呢 是非常强大的 有这个列克提克遗产 可以获得扩散伤害的效果 这个贵族特权呢 骑士只要30块钱 虽然他没有三级马凯 但是他骑兵科技 金银罐 都是跟骑兵有关系的 所以本身来说 破烂人是一个骑兵国 那破烂人呢 他的步兵呢 有这个战锤兵可以使用 那战锤兵呢 是唯一 刺激力国 可以破甲的一个单位 可以减少敌人的装甲 可以唯一单位 那这个战锤兵呢 血量也是非常多的 那破烂人本身 也有这个拇指环可以用 所以打强弩路线 也是比较强悍的 后期也有这个 大冲车跟火炮 可以拿来攻城 但唯一的缺点 是他没有火枪 所以本身 破烂人 遇到对方转步兵的情况下 需要急需用到 一大堆的 工兵单位 要转出强弩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破烂人呢 他的对应对方枪兵的最好办法 就是出战锤兵 还有游侠单位 那本身破烂人呢 是很害怕这个 敌方马国 骆驼国 或是游侠国 都是不太好处理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 封建时代会怎么打 好 这边可以看到 破烂人早早就盖下了大庄园 那这一次大庄园改成一百目之后 破烂人在前期的节奏上 明显有改善很多 不会像在以前 为了要撒这个大庄园 会想说 靠这个大庄园一百二十五木头 也太贵了吧 然后就一直迟迟不下 让破烂人的游戏节奏 前期过得更舒服一点点 好 那破烂人后期的问题 应该还是 骑兵的威力 还不是这么的有用 就是他的骑兵的强度 还是会稍微逊色于其他的游侠果 好 那这边是打出了棒棒快弓 三只棒棒已经蓄世代吧 还是要打两棒棒就好了 那这个棒棒开局也是有减免的 现在还有十八块可以用 还要去玩黄金吗 这里打算两棒棒的骚扰 看起来是没有要继续压制了 好 破烂人这边是想要围 但是没有围好 被留了一个洞进来 两只棒棒冲进去 这四只伐木弓 要先围一下吗 还是不围呢 好 这里等一下一起伐木 如果这里不围的话 这里大庄园 搭回撒农田就会很困难 好 这里直接拉村民 加上枪兵过来直接硬结 第一时间收掉长枪兵 长枪兵收掉之后 两只棒棒没有打算用空 直接扁掉 OK 那葡萄人这边是损失了两只棒棒 破烂是损失了一只枪兵 但破烂人这时候已经转出了肉马 大庄园这边也是赶快迅速撒下农田 葡萄人前期的打法还算是 偏奇怪的 就是两棒棒之后 没有转小弓 而是转出肉马 我刚刚开局才提到 葡萄人是有八折优惠的黄金兵优惠 结果打的不是跟黄金有关的 那这会不会被惩罚呢 不打文明特色的玩家都下去了 硬是要逆天打自己想要打的 例如打这个赛尔特游侠 好像也可以 也没招说不行 或者是什么 哥德玩重装骑士之类的 这种东西很容易就会出事了 各种逆天打法在四季帝国里面 还是要蛮看状况的 逆天可以逆天 但是不能当做阻力 阻力还是要以自己的文明特性为主 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边赶快补下大中原 然后撒冷冬天 这里有肉马溜进来 四只肉马溜进来 有点难受 这边肉马要全部回救了吗 有够多的心力可以回首吗 好 这边有点尴尬 村民有点招架不住 但是还是第一时间反击 村民没有打算要逃了 第一时间收掉了一只肉马 但是自己的村民一只都没有死 哇靠 这个Denis哥还是打得非常漂亮的 这个Denis哥好像是香港人的 香港人的样子 他也是香港的高手 他最强的香港高手应该是命 好 那这边看到破烂人 这边是继续按肉马 工兵也有继续想要出的意思 开始挖金晃了 中午要挖金了 但是也不能说 葡萄牙人没有玩到他的特性 因为其实阿拉伯是这样的地图 前面出肉马 才会给对方最大的压力 后面再转工兵 压力确实会比较小 好 那 葡萄牙这边是打一个肉马 配工兵开的一个流程 左边这里要赶快围死 家里没有办法围好的话 会很难打 这里要赶快围一下会比较好 好 这里又再次上来 各位的村民一阵暴打 有机会收掉一村 哇 这边换成丹尼斯哥 获得了一村的首杀 好 本来可能是葡萄牙这边会先拿下 好 那葡萄牙这位选手 是米亥 那米亥的话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好 这边继续敲 这里看起来是敲不出洞来 有点偏困了 好 这边我们来继续按 应该就是小打小闹了 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战果出现才是 好 这里再補一个冰工厂 好 丹尼斯哥点下了城堡时代 前期布兰塔弓 不是 这个肉马马就爆肉马 打出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刚才拿到两寸的优势 但是对方转出更多枪兵之后就有点难打 而且还有弓兵喔 好 这里要看一下布兰人 要怎么夹住这波弓兵攻势 原自己点城堡时代了 现在压力非常巨大 双马就赶快喷马 那这时候人会说 诶 这时候两个大庄园 还在需要去补地上的大庄园喷马吗 好 其实不用的 两个大庄园的波兰 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肉量完全够用 不用担心 肉量继续喷 好 这里一级攻好了 就可以上了 现在丹尼斯哥还在努力 给这个肉马 诶 结果这里有洞溜了进来 哇靠 结果是正面溜了一个动机来 但还好正面有两只枪兵守住了一只村民 但最终还是倒了一只村民 前方的枪兵已经扛住了伤害 所以肉马直接硬上 一攻已经好了 丹尼斯哥想用正面击破 第一时间赶快收掉正面的重装 收掉长枪兵 长枪兵还有一滴血 枪兵还在无情输出 但是后面的东西已经打光了 正面的弓兵再次收掉 肉马再继续喷过来 升到城堡时代 赶快按骑士 这边有骑士的话 波兰干守住了 好 这里 这里回头 骑士别发呆 快往前 只会往前 快点 好 最后两只骑士 接手后面的战况 布塔拉人 见状波兰人 早就已经升城堡了 哇靠 赶快把家里围死啦 这里不围死 会被骑士马暴直接被带走 快快快 快把家里围好 好 赶快补赶快补 防止围 好 布塔拉人 暂时拿到了一点优势了 现在赶快开TC下去的话 待会村民 数量就会开始产生差距了 好 那布塔拉人这边转封兵的话 也比较适合自己的流程 因为你在封建时代 升级城堡时代的时间 是没有办法转其他黄金兵 就只能转封兵 然后转升城堡奴兵的这个打法 那当然布塔拉上城堡时代的话 还是可以按骑士的 通通都是八折优惠 好 布塔拉人 这边是点下了奴兵的升级 本来是打奴兵 然后配骑士 但是工兵应该是会出门 家里用骑士手 还有枪兵 那修道院的话 赶快再补一个 这里有两百目 要不要按一下修道院呢 有修道院的话 家里生活才能治理 不然现在只能靠骑士党 还是稍微有点压力的 好 这边奴兵过来 看到大中原 诶 先抓大中原吧 是我的话 看到大中原就想要射一下 哇哇哇哇 直接把这个村民赶跑 但一村都没拿到 好 第三个大中原补下了 丹尼斯哥这边是有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开始再来按奴炮 好 右边补了一个修道院 他为骑士来骚扰 自己也会有应对方法 而且可以去捡生物了 丹尼斯哥家里的修道院没有补 把左边稍微围起来了 好 这里骑士想要做一个包抄动作 这一坨工兵可能会被包掉 但后面骑士也在紧追在后 这坨工兵还在拉打 哇 繞到最后面只剩下两只还想要操作 最后丹尼斯哥的骑士还是拿到了优势 现在葡萄牙人没有办法开下城镇中心啊 刚刚透过买卖的关系 现在没有石头 尴尬了 不能开TC 然后军师又打不赢波兰 村民差距被拉开了20只村民啦 哇 3TC开了 这就是波兰人最可怕的地方 那波兰人他经济除此之外 还可以挖石头或者黄金的效果 所以波兰人的黄金总数来说 应该是会比其他文明 还会再更多一些些的 如果撇开什么玛雅玛丽之类的文明 可能波兰人的黄金会稍微多一点点 好 那波兰人这边是点下了耕种技术 二级攻 二级马凯 OK 先点马凯 因为波兰人是攻兵开的关系 但他骑士数量也不少 我们频道一直有说过 如果你遇到对方 有转这个攻兵跟骑士的时候 攻防两个先升了 那一定是先升防御了 有攻兵就先升防御 没攻兵就升攻击力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好 那城堡该在哪里呢 现在可以选择右边这个高地 可以守下主金的部分 左边这里高地也蛮适合放的 也可以守到附金跟大庄园 那如果最好的话 位置应该是可以放中间这个位置 直接控住这个金矿自己的附金 但不管怎么说 盖了这三个地方 城堡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这边 波兰人是点下了清奇兵的升级 结果对方打的是完全的黄金兵种 没有在跟你打什么生驴招翔战的 我就是要跟你死克到底 这一波A过去 我没有拿到游士就算我输 的一个概念 但是波兰现在有二级马卡耶 其实坦度还算是不错的喔 好 不会攻兵 射到点头破血流 波兰人这边转出清奇兵 没有黄金的关系 被控 哇 这边死克到底有用了 波兰人 尴尬了 波兰这边 比亚里 非常巨大 这边是波兰的骑兵产地啊 生驴现在一出来也被射倒 尴尬了 波兰 这一波让 葡萄人拿到明显的优势喔 而这3TC喔 所以说优势 有虽有 但是并不大 这3TC 浓上去的速度很快 而且波兰人本身的抽屜数 也没有下降太多 53寸对上86寸 再继续抽下去的话 波兰人还是有机会可以 融上帝王 甚至这边 赶快找个机会 去点一下贵族特权 开始爆马 也是一个 好方法 好 这个黄金空下来 好 忽然是盖这个高地了 好 那待会要再补个大中原 喔 有补 好 5个大中原 那这样就很OK了 那再雄点的话 第6个大中原 再补在这个位置 二就是 可以疯狂爆马 五位马就 一只按马 一只爽 好 普查人 这边是决定要来盖堡 这边骑士加肉马 但这边工兵加骑士 数量骑士很多 这波骑士 解掉了一些奴兵 但是这边走跃的关系 收掉了非常多的马 这边有村民 要不要先射村民 村民直接拉走 正面骑士又继续补了过来 感觉葡萄人 右边这波快要打不赢了 这边再次上了高地 弓箭高打低 伤害就是不错 好 这边再射掉 最后一把 给拿下了 高地 好 左边的骑士 这边也留了一波进来 看一下状况 哦呦 转出了战槌兵 但这边已经死了几只村民 左边想要再开一个城市中心 也不太行 好 第六个大庄园 终于补了 补在这个位置 相当不错 但是这边骑士留了进来 波兰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庄园 不好守 每个村民都要从大庄园旁边的农田 再走到城镇中心或城堡 都有一段路程 这段路程就很有可能 会被击杀掉很多村民 不像一般文明 都可以直接在城镇中心 撒下农田 相对安全 现在波人四处 着火当中 59村 队以上95村 但村民处的死伤 并不是到非常明显的嘛 村民还是有在按 骑士也是有在按 喔呦 这边贵族 特权是点下了吗 大概好像有点下 这里开始在爆马了 好 这里爆马 爆马 继续爆 哎呦 这边好像真的点下了 好像有肉看 好 波人这边大庄园全部爆炸 这里没有办法继续撒农田 只要一段肉的话 波人人就会很危险 哇 这个葡萄的八折黄金兵 打起来是真的凶啊 3TC爆出这么多的奴兵跟骑士了 好 这时候点下了 马凯 他这个跑速跟动机速 波人人这边还在继续爆马 好 这个时间点点下贵族特权 对于波人人来说是一件很安心的事情 待会所有的骑士都只要30块钱 多余的黄金呢 还可以继续去买肉 去产出更多的骑士 也OK的 那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还是要赶快升帝王时代 不然这根宝一直在自己脸上 很不舒服 不然就是要赶快去按这个 冲车 这里躲一下电石 再躲一下 没有躲掉 好 再躲一下 再躲一下 哇 这细节嘲讽这些村民 好 先把这个承证中心给盖好 好 盖好之后 开始要进发了吗 但左边又有一头工兵过来 菩萨拉这边的双工兵路线很麻烦 到处都有工兵 好 少量骑士过来救一下 哎呦 这我这边转出冲车了吗 看来是有点想通了 冲车的话 比较快解掉 最近上帝王时代还有一段时间 好 这边骑士也是往葡萄牙家里冲 但是没有动 5动飞飞飞2块 这边工兵也是努力击杀自己村民 这个村民导的数量越来越多 71村对上87村 差距15村了 差距越来越小 好 这波强军是打起来 还是有点有东西的 好 这波冲过去 抓一下 好 破篮子骑士 这一次又打倒了非常多的毒品 好 这一次直接收干 搞定 好 冲车至少要三台 就可以出发了 现在几台 哇靠 四台 上面还有乘客啊 哇 还有驾驶员 好 驾驶员可以下车 再把他扁下村民 好 下车扁村民 好 赶快扁 赶快扁 好 又站锤一起來 但是有奴兵在后面抽瑟瑟 冲车三台 好 再继续按 再补个两台如何 好 骑士也要赶快继续补在前线 左边这里骑士 直接撞到 对方的扑塔尔骑士 PC帮忙输出一下 这里回到高地反打回去 有机会打得赢 但重点是 中间这里过的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村民稍微围了一下 这些奴兵的位置 那奴兵第一时间 不会被受到骑士的伤害 好 后面僧侶也在努力的召向 但第一时间把僧侶给射掉 前面的冲车的血量被拉了起来 冲车还可以再继续输出 这里的输出会越来越多 这边要把所有人马入的集结点 往这个城堡射 不然齐变的集结就没有办法迅速补下 为这些冲车争取一些时间 好 最后这根城堡 守不住 直接棋手 丹尼斯哥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冲车直接解掉了 吐槽人的城堡 好 这个城堡解掉之后 心头 心中的石头都能放下了 稍微安心了一点 就没有那么有压力了 好 待会再补几个大中原 就可以再上去了 所以冲田洒一洒应该就可以了 太需要再去补新的了 待会生帝王十代的时候 再去补大中原就行了 这时候就是要赶快把村民 好 继续补上 好 这边冲车 想把他的驾驶实力用到最高 好 四台冲车 再继续进攻下一座城堡 好 生女方出来 好 迅速 砍掉 冲车 第一时间被村子出来 暴揍一波 第二台冲车没时间扁 好 收村 哎呦 难道这根城堡有机会吗 葡萄牙这边经济似乎不太好 好 转出了重庄长枪兵 但重庄长枪兵会被战锤兵给尻爆 所以这边要赶快 葡萄牙去点这个战锤兵 把这个战锤兵赶快点一点 点完战锤就有希望了 接下来就靠枪兵去解决 解决这些歧视就行了 好 这边着想到的旗帜 诶 结果换波兰这边又来盖堡 哇 还盖在右边的高地堡 但这边盖堡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左边这根城堡 冲车差点拿下 但好像不如预期 并没有完成的拿下城堡 反正是慢慢被修了回来 右边这个城堡会不会变成道德堡呢 哇 里面还有一只骑士 一直在砍啊 终于看到了 好 后来这边果然上演道德堡 好 尴尬了 果然这边不好打 但是这边顾下了挖石技术 好 拉了更多村民想要过来盖 但是现在明显 这个兵力不足 在这边盖太能建起来 直接再往正面的地方捕一下 二弓也点下了 好 不差啊 这边继续 按出了重装长枪兵 好 这边一个死克 到底谁才能守住呢 突然这边的一个逆转 有点意外 反杀了回去 然后还反退了对方一根城堡 那根城堡拆掉之后 第二根也差点拆掉 好 后面补下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两个 反正是要转火炮吗 要升帝王时代吗 但感觉是要按冲车的感觉 哇 这边骑士一直在 白白送掉的感觉 虽然骑士便宜归便宜 但是一直送的话还是蛮伤弱的 跟黄金的 好 这边冲车开始按了 果然是要转冲车了 好 后面再补几个马厩 好 波兰人的攻势 并没有要减缓 直接打一个大城堡 帝王时代我也不上去了 好 这时候 葡萄又想要偷偷地来后面 盖个马厩来搞事 但我怎么看起来 波兰人这里好像快要 直接把葡萄的家里给带走了 家里都快没有了 还要想要去BD 太厉害了 就是正面打不赢 我们就BD 这个观念确实是正确的 但是 BD是需要本钱的 现在有这个本钱能BD 感觉按枪兵就是极限了 哇 波兰啊 这边 地波冲车加上波兰的骑士 扛不住吗 好 波兰这边看到一堆枪兵 可以赶快按一些战锤 好 战锤要一直赶快按了 战锤不能停了 好 骑士 稍微一直赶快捕 好 第二个城堡 又赶不下了 三台冲车还在输出 重装长枪兵 快要解光冲车了吗 但是 地后面两台又来了 五台冲车继续 攻城 波兰最后守不住 不 葡萄手不住这根城堡 打出了GG 我们恭喜Dennis哥 拿下比赛的胜利 波兰这波打 葡萄牙真的是 有够难打 前期被葡萄牙押在家里打 后面 还被插了一根堡 结果之后 波兰人 不上帝王时代 城堡时代 转出了大量冲车 加上重装骑士 跟战锤比尔 胜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波兰这边打法 我觉得问题不大 当然就是 波兰这个贵族特权 在这个时期实在是特别强 3TC开农上去之后 赶快补下贵族特权 差一点 波兰人 就可以把波兰给打死 但很可惜 没有一局拿下 好 那最后丑民数差距来到 74寸对上151寸 丑民差距一倍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 经济是由 波兰人 六万四千的经济 对上三万九 就算四万 哇这个整体 赢得快要两万五的资源 大概赢了两万四左右 那经济来说 这个差距还是蛮夸张 所有资源都赢 当然这也是因为 村民差距的关系 但实物赢得快要一倍 这个就不是村民差距 就能解释的东西了 这个实物真的太夸张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订阅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看你 别人 干什么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